台湾到底是否缺电 新州政府能源大战一触即发 2018年以和洋绿公投过关后 蔡政府能源政策并未更改 非和家人目标不变 最近有一些传闻让大家很担心 是不是两年以后台湾会缺电 我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各位 我们不会缺电 由于挑战2020总统大卫的 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 更是抛出重启核四议题 要解决缺电危机 蔡政府提的能源政策已拨三折 先是英九合一大学放弃深奥电厂 以和洋绿公投过关后 又不跟随民意改变 让工商团体很忧心 前任同马英九与新政院前院长江仪化 出面同批蔡政府召开2019年间能源会议 来迎团结猛攻蔡政府的能源政策 由于参选2020的立法院前院长王津平 请表示以和洋绿是基本立场 看来蔡政府除了要面对外界质疑 唯一公投结果 绿能发展也不如预期 产业界担心供电不足 民众更担心电费调涨 黄世九等人扬言要提出 重启核四公投 民众大战一触即发 这是中心台北报导